贫穷女孩和老师谈恋爱 从年级第一变成高考落榜生 然而她却欺骗父母考上名牌大学 背地里拿着给家人治病的钱 偷偷去报名昂贵的复读班 还跟同学们吹嘘自己是名门千金 在同学们的吹捧声中 幽默在一次落榜啊 失落的她来到名校散心 却被同校学姐误认为是新生 热情的志员邀请她参加社团活动 凭借着美貌和名校学妹的名头 她在晚会上大受欢迎 众多男生都企图引起她的注意 其中也包括家事显赫的英俊学长 两人很快便坠入爱河 然而在一次约会中 学长告诉幽默 自己马上要去纽约当交换生 希望女友能够和自己一起进修 还许下了毕业就结婚的甜蜜誓言 不想放弃好不容易调来的金龟许 幽默决定回家向父母要钱 她撒谎说自己当选了优秀学生 学校要安排她出国进修 需要一大笔学费和生活费 然而本就贫穷的家里早已拿不出钱 在幽默的苦苦哀求下 她还是如愿以偿地拿到了机票 看着手里的护照 她本以为梦想的新生活就要来临 谁知就在这时 男友接到了母亲的电话 她震惊地回头看向女友 幽默甜美的笑容也变得十分虚假 就这样 被拆穿谎言的女孩一个人走出了机场 她打电话给男友想要挽回 却被电话那头的男友母亲臭骂一顿 伤心的幽默躺在床上一举不振 直到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电话那头传来哑巴母亲的哭声 以及隔壁阿姨的声音 她赶紧赶回了家中 这才得知 原来父亲早就得了癌症 却一直怕耽误没敢告诉自己 甚至还把治病的钱拿给她留学 跌跌撞撞地赶回家中 她忍不住跪在地上失声痛哭 第一次为自己的虚荣感到后悔 身为顶梁柱的父亲倒下了 哑巴母亲又得了痴呆 只能住在疗养院 家里的大任全都压在幽默艺人身上 她开始学着撑起整个家 无论什么脏活累活都愿意干 很快她便找到了一个庸人的工作 主要是服务好雇主的独生女 刚从国外回来的千金大小姐安娜 她对这份工作十分上心 很快便取得了雇主一家的信任 甚至可以随意进出千金小姐的家 第一次进入这个富丽堂皇的家时 她贪婪地四处查看 甚至还大胆地试穿安娜的高跟鞋 看着镜子里这双精美的鞋 幽默心中的羡慕几乎到了极点 三年的时间转瞬即逝 幽默已经摸清了安娜的生活 甚至连她的证书和密码都了如指掌 就这样旁观着精致的附加生活 她的想法也逐渐变质 再加上雇主对她的态度并不友好 幽默只是想请一天假看望妈妈 却直接被雇主一顿臭骂 好心提醒安娜护照到期 还被大小姐冷嘲热讽的痛 这一切都让她的心态变得扭曲 最终 她卷走了安娜的资料和柜子里的现金 决定去实施自己策划已久的计划